去吐鲁番 吐鲁番由我那位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带队 再去吐鲁番的主要几个遗址 去看一下 一次二十多年开始前 拍新疆 我就是用这个大话符相机拍到现在 那么尤其是拍重点的 重要的这种文物遗址或者文化遗产 我都必须要用这个相机来拍 从成像质量 从画面感 细腻度 把这个先放进去 它不能漏光 现在光线太好了 这应该差不多七八次以上了吧 我其实也记不得了 你看看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是中央大岛 也就是说中央大岛就是从焦河头部一直到焦河的尾部 一个邻居 你看这个横土的 就是这种生土的这种掏蛙的这种 这种墙啊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就这种是举世无双的 有这个举世无双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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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墙是很可怕的 大岛是产 我看成了 这个比汤不算还是不算 这种墙子是 路番有这么一个能见度的 整个一个空气 我是好像几乎是 没怎么遇到过 可能够难忘的 这个在20年之前 准确地说应该05年 冬季 而且它这个房屋的密度 也非常高 这一块是整个教科 房屋密度最高的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点 这也是制高点 完后我就拍下了这一张 我认为是千载难逢的一张 血压交合 我自己取名为血压交合 所以我今天在重访这个拍摄点 在回味 当时呢就是我们有缘 他陪着我整个 大概有一星期多了 一星期多了 我们有二十一天了 还有二十一天了 就是18年前 当工作 当时我跟他相遇的时候呢 我第一次感觉到 这个做摄影的这个专家里面 有这么执迷和 这么这个不顾一切的 他对这个斯陆文化遗传 对我们新疆对外宣传 拍片 这种专业敬业的精神 没想到过了18年 我没有相遇了 我相遇了 而且他呢 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个专业水种 一直在围绕这个 我们斯陆文化遗传 包括前期 我跟他聊了一下 他对这个玄奘之行 这条西行之路啊 他整个都拍完了 所以这种大无畏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我特别的敬佩 谢谢